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我爸爸没有死 是留落到国外去了 变成富豪回来了 告诉我们说 再也不要哭了 爸爸开过一部车子来接我们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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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自己的梦想 真的有一天 只要你相信真的美梦会成真 所以后来我就被学校保送到台北女士 我当时毕业之后 为什么我兼做那么多的工作 因为就是自己年轻的想法 就是说快一点把孩子一股脑而生亡 那你要知道 家里的负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那我每个月仅有的心理 根本没有办法 让我家人可以过得好 所以才不得不去兼差 做家教 教民主舞蹈 做美容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只为着希望家人 至少能够温饱 有一次 我拿六块钱 给我的大儿女妹妹 所以去给弟弟妹妹一个人买一个面包 就是他们的早餐 而我哥哥 出去买了好久才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拿着一个面包 跟我说 妈妈 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我说妈妈 你都不知道 有这么好吃的面包 你都不知道 因为那里头还包一个蛋 还有一个香肠 妈妈你家这东西多好吃吗 那我问他 那为什么只买一个 他妈妈 你给我的六块钱 我刚刚好买一个 好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好吃了 从来没吃过 但是却没有想到说 那一个面包 却是我们三个小孩 所有的早餐钱 我真的 我明天还想到那其他两个没得吃 居然还派给我的儿子两个儿吗 而那个孩子就没有哭 因为他舍不得 在这里面包被打出 那一顿打是 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呢 是因为打完了以后呢 老师自己哭得比我还要厉害 所以我才会想到 人生而贫穷不遗憾 死而贫穷才遗憾 贫穷不可耻 比安利贫穷是最可耻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当年当我们赶紧入安利 因为我的介绍呢 介绍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只有他的儿子从美国打电话来说 爸爸这是一个住人的事业 不是求人的 安利是一个住人的事业 不是求人的事业 记住 是一个住人的事业 不是求人的事业 是一个住人的事业 不是求人的事业 连着讲奇变 所以他爸爸认为说 最值得帮助的就是 我跟我的师兄刘建民先生 因为当年他是负债累累 而我是三餐不计 有一次我到了我一个 就是住在明年县里头 一个朋友家 然后看到那个红烧肉 跟那个馒头 我那个朋友就说 老师啊 刚好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吧 我满想 然后说 我坐下去 那副吃香 我就把这个宝贝给打死了 所以我马上告诉他说 不 我刚刚吃的肚子好饱 我就问他说 对不起啊 你有没有洗手间 让我进去一下 把厕所的水桶都打开 把嘴巴对准到一直灌一直灌 灌到打嗝 然后出来说 你看我好饱哦 我在打嗝 我要人穷至不穷 我还记得当年 我们推荐了一位 很有钱的珠宝商 那么当他签完合约 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车子停在他前面 那我那时候是 刚刚开始做案例的时候 我没有钱 我就买了一部 人家那个教练厂 要报废的车子 他就很生气地说 这部这么破的车子 到底是谁开的 台北市居然还有一部 这么破的车子 没想到我先生一高兴之下 就说这是我的我的 他就赶快跑进去 把那部车子给开走 他就很不以为来 这案例事业 他就把这个圈子去撕了 凭你开这么样一部破的车子 还想来介绍 我这样一个开冰式的车子 我告诉我自己陈婉芬 把眼泪往肚子流推 面对那一位有钱人说 朋友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破旧的车子上 加满了油 那加入案例事业的时候 那所有的案例的产品 只有八项 后来就跑到人家那个礼法店 在南京东路三段的123号 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了 整个案例事业 做到最后面的时候 就有点奇迹了 就是到龙江路 147号的时候 那龙江路那时候的教室 也只不过二十几个人 但是龙江路人那时候 往一眼进来 那个时候老师的困难也重重 因为那个时候 都被哥哥他们都还不认同案例 陈妈妈 我们的陈奶奶 还不认同老师 还不认同案例 就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晚上还听老师听妈妈讲课啊 我当然是肯定说 还有我很忙啊怎么样的 所以老师就说 哦 这样子啊 可是妈妈本来想说 你来听妈妈讲课 妈妈刚好可以给你零用钱呢 哇 那时候我眼睛就一亮 给零用钱 那不要讲课 发展都行嘛 对吧 所以老师那个时候 应该是二十几年前 给我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 听一堂课 给我一千块台币 到龙江路那时候 这次已经电地江山 后来就找到杭州南路 就开始做钻石EDC 双钻黄外大使 去奠定了那个陈老师 整个的安利事业的技术 做到营销经理的时候 公司要求每一个营销经理 摆一张照片 要放在月坑上 在这个月坑 下面要写的这么一句话 我就当初写了一句 就说我要出人头去就做安利 这句话 可能每个人都写了一句话 也没有什么样 但是事隔三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做到全球第一 再次的证明那句话的意义 因为那句话当初在我们的里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学里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 行路会很难 却很少有人想到 开路其实会更难 我记得当年为什么我会选择在福州 很多人都很质疑 因为我觉得人要懂得饮水寺院 虽然我的家乡比较贫困 我就想从一个最贫困的地方 如果能够让他们做得成功 是不是在任何地方会觉得更有信心 1998年4月21日 中国政府颁布传销禁令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师来到了青岛 老师就是告诉我们一句话 危机危机 危险的背后是一个机会 三个月之后 国家就允许按理转型了 好的要加上好的 才等于更好 假如更好呢 更好加更好就等于卓越 卓越要再加卓越就等于超越 超越加超越才等于超凡 所谓的超凡入生 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从小到大的一位同学 王子冠先生 他曾经告诉我们说 超凡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大 更久远 那就是第一个要懂得粉碎知识 亲情合作 因为亲情合作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有爱的教育 可是更要有铁的几率 今天超凡会成功 我们有三个五行的资产 第一个资产就是要有成功的团队 第二点呢 我们有一个成功的教育模式 但是第三点最最重要的 我们要有真诚的友谊 三大法宝 真实宝 尤其是成功的教育 一路上陪伴我们 老师说独立 但是不孤立 信赖而不依赖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成功 但是必须要合作 说老师你看身边培养的 所有的这些领导人 都是透过合作的 今天我的团队 整个资恩感恩 真的纵回馈总感恩 所以我今年呢 是一定可以做到 FV40分的 如果没有超凡的文化 我实实在在讲 我做不到 我记得那一天 我去机场去接老师 那种心情难以形容 我觉得说 这会是真的吗 老师会真的来帮我吗 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就是老师的那一份爱 那一份格局 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有一次 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我们刚出门 结果老师说干嘛去 我们说买衣服啊 他说站住 现在啥时候了 今天晚上就美梦成真大会了 他说我们华人到美国来 不只是要打工的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 要帮助他们成功的 老师告诉我们 你们夫妻俩一起做案例的 一个人出去学习 那就是一个零 那两个人一起出去学习 一个合起来 这就是一个八 八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上 这就是一个发 有一次老师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在电话这边说 哎呀我家的宝贝多可爱 我家的宝贝都会爬了 哇高兴得不得了 老师就告诉我说 白杨啊 你家的宝贝已经很有保障了 还有很多人家的宝贝 还没有保障啊 你要出来帮助他们呢 陈老师这样说 杨关义这个人有才华 有才华的人一定叛逆 我们应该去教会他 这时间花了十八年 九七年的时候 韩姐在家里放了一盘 老师演讲的录像带 老师的每一字每一句 打动着我的心 只要是能够跟随这个老师学习 老师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其实我做案例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敬爱的陈老师 陈老师 我们真的很渴望成功 想着我们有机会 只要做到高级一级 你就跟上老师 这样的一颗心 在那年的财政年度 我们达成了高级一业精力 就在那一次跟随老师回来 我也好 还有刘红杰啊 还有苏林杰啊 我们几个人一起啊 就在五一山上达成共识 来你一定要上 FC的创办者成员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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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